射箭 相傳射了奉奪巢 什麼叫奉奪巢呢? 一射 參考河濤諾雪 以及那些醫書 皇帝內經 帶著子弟兵 以及帶著一些有志的人士去剿滅山賊 就是保護家園 陳家溝有一個人物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陳皇庭 就是陳氏太極的第九世祖 為什麼說他是非常重要呢? 陳皇庭以前 是反清復明的 講過歷史 反清復明 他屈屈不得志 屈屈不得志 最後回到陳家溝 晚年傳授子弟 他一生的經驗 說回他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他相傳去考試 以前那些 等於考武狀元 他騎馬 其中一個比試的項目 就是騎馬 射箭 相傳他射了一個 叫奉奪巢 什麼叫奉奪巢呢? 一射 一支箭一支箭 穿著他 射中了把心 他幾支箭都射中了把心 這樣追著他 就是說他這麼厲害 但是 就是說當時 報響鼓的考官 因為他射中就響鼓 收了賄款 所以他就故意報少了射中的次數 他一路之下 屈之戰 射殺了報股的人 就衝走了 離開了市場 有一個故事 他亦都很出名的 他在河南山東一帶都非常出名 因為當時社會很混亂 很多山賊 他就帶著子弟兵 還有帶著一些有志的人士去剿滅山賊 就是保護家園 所以不單止說當地居民 甚至商旅 做生意的人 都很感謝他 所以就說當時他在一帶很有聲望 就是這個陳黃平 他晚年回到陳家溝 就參考這個河濤落雪 就是 以及那些醫書 皇帝內經 加上他終身 在戰場上 打仗 或者那些殺山賊 和學武的經驗 因為以前那些人四處去學功夫 走訪 各個山村 四處去找師父 所以他將很多 斥繼綱的拳經 以前那些明戰將的拳 和少林拳也好 各方面 加上怎樣運氣觀察 那個 河洛交界 那個地方我都去過 就是在河南那裏 剛剛什麼叫河洛呢 就是黃河和洛河之間的交界 好像鹹淡水交匯處 他剛剛形成了真的好像船窩 因為兩邊的顏色分明 相傳他在那個位 經常觀察陰陽的道理 慢慢將所有東西融合在一起 到他晚年 將不生的經驗慢慢傳給俗宗的子弟 即是他的 圖子圖孫 所以現在一般說 他將太極權 慢慢定型 現在一般叫做一路二路 甚至他創了商人的推手 不用說兩人對撥擊 經常都受傷 互相都受傷 所以他兩個推手就練到反應 又練到力度 還有一些黏槍 就是兩個人黏著槍 所以相傳 他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分明 吱咔